大家都知道香港昨天病例增加了 有20多位 今天我们大致上会看到病例继续的增加 接下来几天也会继续的增加 但在一个750万人口的城市里 国际城市 这样的病例其实看起来风险还不算高 比起好像美国、欧洲一些国家 风险还是算低的 在新加坡的估计之中 评估之中 香港和其他一些区域的国家 还算是低风险国家 所以这个航空泡泡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我跟邱局长 就是Edward Yaw邱局长 在几个月前开始谈航空泡泡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都有认识到 有起有落 不可能一直平坦地走下去 我们开始谈的时候 新加坡的外劳宿舍还有一些病例 所以我们的病例那时候比香港高 但是邱局长觉得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现在风水轮流转变成他们的病例比我们高 接下去会不会再转呢 也很难讲 不过就是要认识到这个路不平坦 我们要是非常弯曲 有起有乎 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们也估计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预测 预料 我们有这个航空泡泡里面有自己的阻断措施 它的阻断措施意思就是说 如果在七天平均五千年的病例超过五的话 我们将暂停有一个阻断 14天 让这个病例降了 我们才重新开始 所以昨晚我跟他谈了好一阵子 觉得既然我们有预料有这样的一个曲折 也有这样的一个阻断措施 在航空泡泡里面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明天航空泡泡会将起飞 会将起飞 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 接下去几天 如果香港继续有比较高的病例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门槛就跨越了 跨越了我们就会暂停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接下来几天从香港过来的旅客的朋友们 都会有这个抵达的这个检测 因为就是一个新的条例 前七天呢 这个检测的费用就如我们负责 接下去七天他们就要自负 自负 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一些旅游游客会有一点失望 为什么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适应这个新常态 只要我们 我知道有很多游客 其实要过来新加坡或过去香港 第一就是要跟家人团聚 有些情侣好几个月没见面 终于可以见面 也有些人在这边或者在那边都有生意 终于可以过去看管他们的生意 所以他们旅游的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他们也会继续地乘坐这样的飞机 所以我的劝告就是 大家还是注意安全比较好 戴口罩是一个好注意 在世界哪里戴口罩是好注意 保持安全距离 比较人多密集 常常很多说话唱歌的地方就不去了 因为通常病例都是在那些地方发生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保持安全的话 这样我们旅游的时候还是可以非常愉快 非常有意义的 香港跟我们我看是在这个疫情之中的自己 因为大家都是小地方 密集度高 也是国际疏女 所以这样的一个航空泡泡 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很多地方都是不肯做的 但是香港跟我们是一个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跟这个病情奋斗下去 因为这个不只是说要逃旅客 这个跟我们的航空业 跟我们的我们的新航 他们的国泰 我们的张仪机场 他们的香港国际机场都息息相关 我们要继续保留这些机构 保留我们的生活方式 保留我们的认同感 最后呢就是明天的这个开幕典礼 不是什么欢庆会 也不是大家新高采烈 欢庆第一班飞机出去 我觉得用正面的方法来看 也不是坏事 因为病情 这个病毒还是会在这个世界慢慢的散播 我们要懂得怎么跟它共存 共存的当额怎么保持安全 怎么样恢复我们日常的生活 所以明天的开幕 现在的情况也好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让我们随时提高警惕 一直要奋斗下去 一定要战胜这个病毒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能够马上的回复航空旅游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 但是这条路一定要走 这条路一定有曲折 一定有阻碍 但是就是一定会有的 只是这次的阻碍来的比较早 但是也好 就是说我们开幕的时候 大家得到了这个提醒 我们要继续奋斗下去 继续的克服前面的困难